林宗盛 文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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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是對比市民調 所以我是主張 支持誰就是唯一支持誰 但是現在有人講說 不要講唯一要三個多支持 那三個多支持等於是會票 那也就是說要干擾民調的人 他的成本就很低 就是說三個多支持 因為是民進黨的 那等於是沒有支持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道德風險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初選 民進黨三個裡面要選一個 那你支持誰就支持誰 這是我的精神 然後其他可能有誤會 這個意見不同是民進黨的常態 因為你那天舉的例子是說 譬如說大家可以講唯一支持蔡露 那現在黨內有人說這叫什麼政治詐數 我也有相反也是一樣 我也有如果你支持許新良也是一樣 在舉例對不對都可以講 但是我支持誰也可以啊 民進黨也沒有進職啊 我在我也可以支持誰啊 這個都不叫詐數啊 我如果是支持許新良 講蔡英文才叫詐數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 違背那個對比式民調的精神 對比式民調的精神喔 不是說所有民進黨通通支持 那這個很糟糕 那只要有一個人來干擾 那那一個人就可以影響整個選局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